参美主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我必须说你们都有 响亮的声音 向主耶稣欢呼 哈雷雅主 主啊我们为所有的见证感谢你 我们知道你仍然是 行神机的神 医治的主 我们把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于你 奉耶稣的名 Amen We live our hearts before you as the token of our love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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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吧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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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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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we leave our hearts before you as the tokens of our love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向主举起你的手 Gracious Father Gracious Father Gracious Father 我们蒙福 能成为你的孩子 Gled to be your children Gracious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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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我们在祢面前举起我们的心 我们在祢面前举起我们的爱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耶稣说 你们必得着能力 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时 也许你很久之前相信基督 但你从未 从未 从未领受过圣灵的喜 当你重生时 朋友们 圣灵就在你里面 你重生的那一刻起 圣灵就住在你里面 所以 当你得救 当你重生时 圣灵就住在你里面 当你受圣灵的喜 祂就是你的主宰 你知道 我们每个人 我们都厌倦自己或他人主宰的生命 因为我们如此 如此软弱 充满 充满无知 以为自己可以带领生命 走上成功的道路 我们一次又一次 失败 为什么 朋友们 这些经验很好 如此我们才会学到 只有圣灵 能引领你走上平安 与兴生的道路 平安的希伯来文 Shalom 不仅是思想上的平安 也是健康 健全 完全 灵魂与体都完全 只有圣灵能带领我们 走上平安的道路 进入兴生 耶稣说圣灵来 祂要把一切的事都教训给你们 祂会引导你进入所有真理 先知以赛亚预言 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使你得益处 当神教导你 总是使你得 得益处 不致 不致招损 永远不会发现自己 在那方面失败 祂教导你时就不会 当我们教自己时 认为自己很聪明 能管好生活 或者我们听那些充满 那些充满软弱之人的建议 不晓得他们自己的无知 我们失败了 因为只有一位 不会失败 只有一位是无误的 那就是圣灵 祂就在这里 神的儿女祂要充满你 充满你使你满意 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时 圣经的证据总是 他们开口用天上的语言 不是他们的母语 他们会说一种不同的语言 一种他们以前从未学过的语言 来自天上的语言 魔鬼无法破语 这语言会祝福你 会造就你 从内到外使你刚强 是大能的语言 因为当你领受圣灵的喜 神的儿女 耶稣说你会得着能力 得能力的目的是 为了医治病人 要能够驱赶邪灵 邪灵在思想上 欺凌压迫人 用疾病压迫身体 思想充满忧郁 当主 释放你时 会真正得自由 如果你从未领受圣灵的喜 我想为你祷告 奉耶稣的名 但要满心盼望 能说方言 Amen 各位 使徒行传二章说 在五旬节那天 在马可楼 当圣灵像一阵大风降临 充满他们每个人 在他们所在的房子里 圣经说他们就开始 说他们开始 不是圣灵 很多人等着圣灵 借着他们的口说话 不 他不会像邪灵那样 附身于你 听着 圣灵会给你 一个以前从未听过的话 以前从未说过的话 不要在你的脑海里想 你可能会认为 这听起来不合逻辑 听起来 你知道 很奇怪 对吗 就是说出来 是从天而降 大能的语言 Amen 是你需要说 主会感动你 邪灵会强迫你 圣灵引导你 如果你不说 什么都不会有 当你开口时 它会给你更多更多 当你说更多方言 大能的语言 Amen 会将从天上而降的大能 加在你身上 Amen 你准备好了吗 Amen 别担心 你不会领受另一个灵 这是给那些相信基督 的人 Amen 你说牧师 有没有可能 我得救了 但我没有圣灵 不 你有圣灵 它住在你里面 当你领受它的血时 它会如何 倾倒在你身上 Amen 这就是我们所要的 好了吗 再上各位 请举起手 无论你现在在哪里 收看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被圣灵 被圣灵充满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就开口 说出来 说出来 圣灵不会 不会帮你说 祂会感动你 祂会给你话语 但你要说出来 没错 没错 好 停下来 你看 你可以随时停 你能随时开始 保罗说 我要与圣灵一起祷告 我要与圣灵 注意 我要 是你自己的意愿 Amen 圣灵不会像邪灵 那样 占据 强迫你 做你不想做的 想你不愿想的事 感受你不愿感受的 那是邪灵 但圣灵 引导你 Amen 当他降与时 他给你话语 只要开口 你说的第一个字 就像孩子学讲话一样 爸爸 阿爸 而之后 随着成长 会说得越来越多 他的智慧量 会增加 当你用方言祷告时 你说这几个字 圣经说 结巴的口 甚至结巴的口 也是天上的语言 神会增加你的智慧量 Amen 好 这是 这是自然人 不喜欢的 因为 以逻辑思维来说 这是无极之谈 这是我不喜欢做 做 我不理解的事情 我无法 享受我不理解的东西 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 许多时候 他都在享受 他不理解的事 比如空调 他甚至可能不知道 如何运作 但他喜欢 Amen 你不必明白 你的思想已经成为 你的老板太久 你的思想 一直霸凌你 其实神从未要你 靠你的头脑活 你的头脑是你的仆人 你要运用他 你的思想 你要运用他 别让他利用你 屏幕师 神如何设计我 圣经说 神设计你 像他自己一样 当他造你时 把他的灵 他的气息吹进 你里面 OK 听着 人变成灵 魂和体 你是一个灵体 灵与神 相通 有思想 你就与思想和智力领域交流 有身体 触摸到物质 物质世界 但神的设计 是让你 从灵 借着 你的思想 用你的身体表达 懂吗 长久以来 人的灵 因为罪 被切断 与神隔绝 死了 好 人开始倚靠 头脑 活 开始成为一个 有逻辑 与智力的人 想要解释一切 却发现 他的思想越进步 越认为有高智力 就像今天的世界一样 他们很先进 如此先进 超越之前许多世代 我认为我们这个世代 看见如此多的进步 许多人应该还记得 使用拨号电话 和公用电话 最新的是什么 人工智慧 Amen Chat GPT 大家用 用他们做各样的事 朋友听着 世界仍然处于战争的边缘 某些国家 人们仍在互相残杀 离婚率 创历史新高 仇恨存在 苦毒存在 忧郁症 现在 已经超出 我们所处 世界的极限 就在以前 几十年前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会看见 忧郁症如此流行 年轻人一样也忧郁 所以 随着我们智力的进步 又得到什么 我们以为自己 越来越聪明 但我们心里 有很大的饥渴 内心有一种空虚 因为你不该 靠头脑而活 你应该要靠 圣灵而活 而你的头脑 你运用你的智力 智力是神赐给你的 Amen 你的头脑 是神赐给你的 你应该把它当作 仆人 Amen 明白吗 当你用方言祷告时 对了 你们都可以坐下 OK 都请坐下 我们将继续 与神的圣灵 一同流动 学习祂的方式 长久以来 人们认为我们 不应该教导圣灵 因为 他们 他们引用 亲定本圣经说 圣灵不会为自己说 其实这是错误的引用 这代表什么 心亲定本说 圣灵不是凭自己说的 出于祂自己的权柄 乃是从祂父那里 所听见的 Amen 祂会对我们说话 祂不是在谈论自己 不是在谈论自己 不是这么说的 而是祂不是出于 自己的权柄说 你明白吗 好 可以教导圣灵 事实上 我们需要更多教导圣灵 大家Amen吗 你越是用方言祷告 第一个好处就是 圣经说 说方言的 是造就自己 造就这个字是 Oiko Do Miu Oiko Oiko Do Miu 字面意思 Oiko是房子 Do Miu是建造 盖房子 在旧约 希腊文版本 其实是一本 当谈到 所罗门时 建造圣殿 后来圣殿 年久失修 不是他 在他之后的 其他网 修缮圣殿 用的就是 Oiko Do Miu 甚至是为修缮 但今天 谁是神的家 岂不知 你的身体 是圣灵的殿吗 因此当你 圣经说 当你用一种 未知的语言祷告时 你在建造自己 医学告诉你 疾病是一种崩溃 你身体的某些部位 免疫系统崩坏 在你生病前 有个崩溃 事实上 疾病是一种崩溃 是一种不健全 懂吗 你不再处于 处于正常 健康领域中 你已经崩溃 当你越多 用方言祷告 就越造就自己 大家有这样的想法 你用方言祷告 你只在灵性上 造就自己 不 圣经说 圣经说 说方言的 是造就自己 是整个人 灵 魂 于身体 阿妹 这是第一个好处 你造就自己 只有先造就自己 才能造就他人 阿妹 医生告诉我们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的头脑正在萎缩 你造就你的头脑 一切都是建造起来 不是崩坏 大家阿妹吗 圣经说 第二个好处 这就是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 十四章说的 当他教导说方言 圣灵赐下方言 他说啊 这就是以赛亚 在以赛亚书 二十八章说的 主要借一帮人的 嘴唇和舌头 对着百姓说 这样才得安息 才得舒畅 正如保罗和以赛亚 所遇见的 会有人拒绝这个信息 谁说这样才得安息 才得舒畅 他们却不肯听 有些人不肯听 阿妹就像那些说 今天神不在医治的人一样 神迹的时代结束 但是没有所谓神迹时代 只有神迹的主一直存在 但还是一样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阿妹 神要你健全 神要你刚强 神要你健康 阿妹 如果你想见到神 有时人花太多时间 在旧约中 他们误会神 误会神 与魔鬼的作为 误解神 例如当约伯受到攻击时 好 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大家会在 葬礼时用这句话 好 部分正确 部分错误 赏赐的是主 这是真的 但主收取 不 如果你读过第一章是撒旦 从约伯那里夺走 他的家人 他的健康 他的产业 他的财产 耶稣说 盗贼来是要偷窃 杀害和毁坏 但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阿们 是魔鬼做的 你读约伯的故事 你会发现 迦勒底人 巴比伦人来 他们侵占约伯的土地 夺走约伯的 约伯的财产 有一场台风 一场飓风来 摧毁约伯所拥有的 约伯的 孩子们所住的房子 倒在他们身上 似乎是自然灾害 就像我们今天 看见的世界一样 我们谈论到 大自然的疯狂 谈论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之类的 但你知道 甚至 你知道 保险条款中 会写 不对神的行为负责 像地震 飓风 这些都不是神的作为 是魔鬼做的 Amen 所以魔鬼 我认为最大的成就 或者我想用 致命一级这个字 但这个字里有恩典 魔鬼没有恩典 好吧 他的致命一级是 他可以做某事 并且假装他不是照音者 Amen 他 他喜欢人们 以为他不存在 Amen 所有责怪落在神身上 明白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你生命中遇到的问题 如果有压力 如果有压力 你的心里有忧郁 有疾病 正蹂躏你的身体 那不是神的工作 你想看见神吗 见到神最清楚的方式 是在耶稣基督里 Amen 圣经在西伯来书一章说 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耶稣自己说 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父 你是如此看见神 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中 谈到耶稣在地上彰显 成为肉身的神 他做了什么 神如何用圣灵和能力 高摩拿撒勒人耶稣 他四处行善 一好凡被魔鬼压迫的人 谁压迫他们 魔鬼 谁医治他们 耶稣 Amen 所以耶稣 耶稣总是在医治 Amen 在福音书中 任何时候你都不会看到 耶稣在地上传道时 你找不到 找不到一处说 找不到一处说 耶稣看见一个光芒四射的人 他的皮肤很漂亮 主把他叫到自己面前说 你啊 太漂亮了 来 得麻风病吧 从不 如果你能找到 在圣经里 那我就会相信 有时神会医治 有时他不会 但我在圣经中看见的 耶稣 他是神的形象 永远在医治 永远在洁净 永远在赦免 也永远在释放人 从黑暗脱离 Amen 一直在 耶稣兴盛吗 他会让少得变多吗 会 他们带来一个男孩的午餐 五个饼和两条小鱼 放在耶稣手中 发生什么事 他们倍增 Amen 他喂饱五千人 而且还剩下十二个篮子 这告诉我 主总是会给你超乎所需 Amen 为什么超乎所需 好让你成为祝福 赞美主 我从未看见耶稣说 孩子 把你的饼和鱼给我 然后看着那个男孩 把他吃光 然后说 就这样 我要你学会 学会挨饿 因为有时神希望你挨饿 Amen 有时神想要你就像刚才皮肤光亮的人 变成麻风病人 有时神希望你生病 绝不绝不 他总是捷径麻风病人 就要死人复活 因为这些事与神 对你的计划和目的格格不入 为什么今天会如此 人为什么会死人 为什么会变老人们 为什么会生病 因为罪 罪给魔鬼一个合法的立足点 魔鬼是律法主义者 进入这个世界 Amen 好消息是朋友们 他的时间快到了 耶稣基督要回来 Amen 与此同时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大家一起说 Amen 赞美他 Hallelujah 谢谢 而且 我们越多在圣灵里祷告 除了造就自己之外 除了能得更新 有多少人喜欢神的安息与舒畅 你不必去某个昂贵的水疗中心 你不必去某个岛屿 有美丽风景 无论你在哪里 OK 去放松一下 很多时候 你去这样的地方 回来之后还需要放松 但神的安息 是你可以在圣灵里 呼吸祷告 Amen 无论你身在何处 当你在工作时 在打字时 无论你在做什么 都可以轻声祷告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在安息 下一个好处是 你正在为你的未来祷告 Amen 如果约伯在旧约中 有这种语言 约伯活在旧约中 约伯既是圣经中 最古老的一卷书 如果约伯当时有这种语言 他就能借祷告 借祷告 抵挡 撒旦对他的 对他的计谋 Amen 但他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 他只能用自己的语言祷告 这就是受到了 他自己理解的限制 受限于他自己的知识 你祷告无法超越你的所知 但要在圣灵里祷告 你正在为你的未来 为你还不知道的事 祷告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也未曾见过 而未曾听 人心 也未曾 想到的 我很高兴 神对我们隐瞒一些事 因为 我告诉你 如果他向我们写明一切 我们 只会过于 过于惊吓 无法面对 为什么 怎么说呢 对我们来说 太棒了 如果 如果主在我上中学时 向我启示 我有口级的问题 我会口级结巴 如果主告诉我 有一天我会讲道 假设有一天 我正在祷告他 向我写明 你将向成千上万的人传道 就是你们 成千上万的人 我告诉你 我再也不会去教会 因为我不想让神用我 那时的我承受不了 我很高兴 我用方言祷告 即使在那时 我在为未来祷告 我在为未来的事祷告 我在为未来的配偶祷告 我在为未来的孩子祷告 为他们的命定祷告 今天我可以祷告 我不受时间限制 Amen 祂是时间和空间的主 我甚至超越空间 我能进入我的未来 向神 祷告尚未发生的事 来预备道路 使所有弯缺之处变直 当我用方言祷告时 我能为处于危险之中的 亲人祷告 我甚至不知道 他们有危险 对吗 如果我被局限于 自己的理解和知识 就无法祷告 因为我不知道 他们处在危险中 我不知道魔鬼 对他们有何计谋 也许 今天晚上或其他时候 当我在圣灵里祷告时 圣灵遮盖一切 超越时间和空间 Amen 因此我鼓励你 更多在圣灵里祷告 我告诉你 当我们在圣灵里祷告 一段时间后 让我们整日在圣灵里祷告 在做饭时 在开车时 无论你在一周内做什么 从今天起 更多在圣灵里祷告 这是主的任务 要我要告诉你们 Amen 在圣灵里更多祷告 Amen 你们是有灵的人 大家Amen吗 赞美主 耶稣在马可楼里 他带出圣灵这主题 是这样的 约翰福音十四章 他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 宝会师 因此 他赐圣灵作为宝会师 在希腊文中是 Palat Kiritos Palat 旁边 Kiritos 协助 帮助 帮忙 宝会师 字面上意义是帮手 不是遥远的帮手 是在你身边的帮手 离你很近 有多少人 有时你会说 我需要 我需要好的 需要好的建议 我不知道该向谁求助 宝会师就在你身边 Amen 耶稣说 我会再派一个帮助你的 为什么是另一个 因为一直以来 他都是他们中间的宝会师 因此 当他说另一个 指的是像他一样的 但这一次 他不受时间限制 也不受空间限制 圣灵是无限的 他是不受限的耶稣 耶稣 当他在加利利时 不可能同时在耶路撒冷 当他在耶路撒冷时 他不能在黎巴嫩 也不能 也不能在变向山上 OK 在黎巴嫩边界 他不能在那里 为什么 因为他受到身体的限制 但他说 我会再派一个帮助你的 但这一次圣灵是无限的 Amen 我们有无限行事的耶稣 这就是为什么他说 当我离开时 听着 我所做的 你们也要做 而且做比这更大的事 为什么 因为我是耶稣 在你里面是无限的 Amen 赞美主 Amen 不仅如此 他还说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护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说永远 你知道 有这样的教导说 你可能会失去救恩 换句话说 今天你有圣灵 但当你失去救恩时 因为有些罪 没有人能告诉你 那是什么罪 好 你失去了救恩 你死后 下地狱 你曾经得救过 但得救并不代表你永远得救 你还是可能失去救恩 这代表圣灵不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但这里耶稣说 当圣灵来时 他会永远与你同在 不是直到你下一次犯罪 不是直到你下一次堕落 不 朋友们 永远的意思 就是永远 无限的 阿妹 好 圣灵来来去去 这想法是来自旧约 因为在旧约中 圣灵降临在某人身上 然后会离开 在工作完成后 他为一项任务降临某人身上 阿妹 神为他们安排的工作 通常是一种 一种爆发 一个彰显 或一项伟大的作为 或甚至一个神机 他会降临某个人 先知或是士师 就像我们现在看的参孙 圣经说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他虽然手无器械 却将狮子撕裂 如同撕裂山羊膏一样 圣灵降在他身上 你是否注意到 也影响了他的身体 灵 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灵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影响 这就是为何我们无法看见 复活的大能 因为圣灵只能为 只能为真理做见证 我们不相信灵会影响身体 即使某人 某人被邪灵充满 也会影响他们的身体 因为格拉森魔鬼 圣经说 他常常被锁链捆绑 结果呢 他能扯断 这表示被邪灵附身的人 有能力会影响他的身体 能使他做到非凡的举动 更何况是圣灵呢 弟兄姐妹 叫您到参孙身上 哈雷路亚 我讲的自己很开心 赞美主 圣灵会对你的身体 带来影响 各位 我们有个例子 在以利亚 在以利亚成就的伟大事情后 神借着她工作 使火从天而降 在加密山上烧灭祭物 圣经说 正因如此 旱灾停止了 三年半的旱灾被终止 雨水阴 以利亚的祷告落下 以利亚对王说 你最好坐马车回去 从加密山一路到 一路到王要去的地方 大约有十五英里的路程 十五英里 好 王必须坐战车 接下来就是 王看见这个家伙 他他他他他开始跑 圣经说 以利亚跑得比战车还快 他一路跑到王的宫殿 Amen 十五英里 弟兄姐妹 圣灵对他的身体有影响 Amen 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记得以赛亚书的预言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神借着以赛亚书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教训你使你得益处 有多少人喜欢得益处 从教养中得益处 在商业投资中得益处 好 风险 好 冒险 也是一种冒险 无论你 你从事什么工作 你可能是在学习的学生 你想从中得益处 Amen 神说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教训你 使你得益处 引导你所当行的路 圣经说 对你来说 神一切的道路 都是平安的道路 完全 美好 很兴盛的 我相信 你就知道 你听过人们说 这就是健康和财富的福音 或者是传讲健康和财富的人 我对此一无所知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种说法 也许是押育 健康与财富 没关系 但我在耶稣身上看见的是 他四处医治人 我认为这就是健康 我想 我会说 主 相信健康 要不然 为什么要到处医治人 他说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负 很明显 他在彰显天父的心意 第二 他倍增饼和鱼 我会说 这是在供应百姓 他们吃饱了 大哥 太饱了 吃不下了 就像新加坡人 没办法不行了 但是有甜点 当然还可以 还可以 对吗 好 他们吃饱 圣经说 在吃饱后 是你认识的人 吃饱后 还剩下十二个篮子 这告诉我们 主给他们超乎所需 对吗 各位 吃饱还剩 好 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因为主啊 如果你把四处医治的例子 记录下来 大家会说 你相信健康和财富 食饼倍增 没有健康和财富的福音 只有恩典与平安的福音 但是相信他 各位 相信他 会带来健康和完全 还有供应更好的字 更多更多的基督徒 供应 但供应后还剩下十二个篮子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余 这样你不仅得着祝福 还能成为祝福 如果只是刚刚好 你就无法成为祝福 对吗 我只是在讲圣经 如果圣经有一个例子 主拿走男孩的午餐吃光了 然后说 嗯 就这样了 然后离开 每个人都饿肚子 他转过身说 我要给你们上一课 这样我就接受 我就相信 好吗 但不是啊朋友 我们不是要 你知道 要追逐金钱 我之前分享过 你要追逐钱 钱会从你身边逃走 Amen 圣经说 你跟随主 一切祝福都会跟着你 这个想法是 从后面超越你 你没有再看 你定睛于主 但会超越你 这代表你无法跑得够快 来闪避神的祝福 只要跟随主 Amen Hallelujah Amen 然后圣经说 你会像黎巴嫩的香薄木 你会像棕榈树一样 Amen 在你年老时 你年老时仍要结出果子 希伯来文是要满了枝浆 充满恩膏 充满油 就像一棵树 一棵结出很多果实的好树 充满油脂 神说 在你年老时 仍会结出果子 出自诗篇九十二篇 对了 你刚才听见的最后一个见证 那位康夫的女士 她的肝脏等等 都是因为她引用这篇诗篇 我上次告诉大家要引用 你们都不听 有人听了 你看她怎么了 Amen 他们会买什么 油 他们将充满膏油 希伯来文中 他们将是 Ranam 将是清脆的 在他们的老年 仍然是清脆的 Amen 人们看着你说 你还是清脆的 你会保持年轻 Amen 因此如果神不想要我们相信这点 为什么要告诉我们 像是我的心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第一个好处是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第二个好处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第三个好处 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Amen 如果这不是他的心意 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些是他的好处 当你加入一家公司 你想知道的一件事是 告诉我福利 对吗 成为这家公司的员工 将得到些什么 Amen 主说这些是他的好处 第四个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Amen 当人们靠近你时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你身上散发着慈爱 Amen 他们被主在你里面的美丽所吸引 Amen 接着第五 第五个圣经说 用美物使你所愿的 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鹰 烦恼还童 Amen 如果主 不要我们拥有这一切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耍我们 把所有这样的好处一个个列出来 只需要说 忍受你的晚年 然后你会来与我同在 在那之前 希望一切顺利 或类似说法 知道吗 Amen Amen 屏幕是 我在四周没看见 你要知道 我不是凭经验 我照着神的话 不会说谎的神 认识怎么回事 你知道 有时 这很奇妙 知道吗 当你看见人们说 我不相信这一点 知道我 我亲眼看见 我认识那个人 我想非常了解他 然后就可以相信他 我无法这样就信靠神 对吗 但是当他们搭飞机 到某个地方时 他们坐在飞机上 然后听见 不知从哪里 传来的声音 他们不认识这个人 从未见过他的脸 他说我是你的机长 我叫林平三 目前我们在 几千几千几千英尺的 高度 好 请放松 坐下来放松 享受我们在 这次飞行中 为你预备的 我希望你有愉快的旅程 他们对一个人 从未见过的人 有信心 只因为声音传来 嗯 当谈到神 主 我不能按照你的话 妹妹 我必须让一只鸟 飞到我的 我的房间唱 新加坡国歌 或者最新 防弹少年歌曲 我必须看见 看见月亮 必须一百八十度旋转 他们总是跟神 要求印记 他们从来不会问 那个人 你确定 你能驾驶这架飞机吗 我能看看你的执照吗 不 我们坐下来放松 我们相信 别告诉我你不能相信 重点是你想不想 当谈到不会说谎的神时 他值得我们信任 他最配得我们的信心 大家阿们吗 阿们 已经把他的话语给我们 耶稣说圣灵 请注意 耶稣所描述的一切 当他介绍圣灵的位格时说 他将永远与你同在 请注意 耶稣不是说 虽然他是大能的圣灵 但他没有说大能的灵 他是大能的灵 我们看见这种情况 发生在参孙身上 但耶稣说他是真理的灵 在这里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真理的圣灵 说真理 你知道真理已经变得很稀有 在今天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 你打开了你的YouTube 听见关于某事的辩论 一方这样说 另一边有另一种说法 即使是专家或者是医生 他们也可以说 这种饮食很好 有些医生认为 你每天必须吃十个鸡蛋 甚至更多 对你有好处 这就是生酮饮食 另一方面 也是专家 医生告诉你 别那样做 高胆固醇 真理 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真理的圣灵 会引导你 指导你 什么时候吃 应该吃多少 你们都知道 哪时候 够了 已经吃多了 但 没关系 消灭 圣经说 不要消灭圣灵 意思就是这样 消灭 继续吃 然后你必须 你必须吃 喂食到逆流 之类的药 因为胃酸倒流 我是说 神的灵 会引导你 进入真理 他会称为 真理的圣灵 耶稣说 你们必知道真理 真理 必使你们自由 我们越是 在圣灵里祷告 我们就越能 与在我们里面的 圣灵连结 他会引导我们 进入真理 因为今天所谓的真理 专家见解也不同 我是说 在他们看来 他们是截然不同的 有时候 你在听完一场 辩论之后 你们当中 许多人经历过 在社交媒体 或其他地方听到 不会更明智 事实上 你更困惑 只有这本书 你读了 不会感到困惑 就是神的话语 Amen 使你得自由 好 听着 在某种程度上 在某种程度上 你正在经历一些恐惧 在你生命中 在某种程度上 你正在与 正在与焦虑 争战 也许是对死亡的恐惧 也许是对未来的迷惘 也许是为你的孩子 或某个 某个孩子 让你失眠了 在某种程度上 你正遭受这些 负面情绪的折磨 在某种程度上 你相信一个谎言 让你从这一切中 解脱的唯一方法是 让你从恐惧 担忧 忧郁中得自由 就是真理 你明白吗 那么我怎么知道 我相信的是谎言 你无法分辨 因为 如果你相信了谎言 你并不知道 相信的是谎言 因为如果你知道是谎言 就不会相信谎言 你要相信真理 所以如果你知道 你相信的是谎言 就不会再相信谎言 为什么谎言如此美好 因为谎言隐藏自己 你不知道是个谎言 魔鬼来到亚当和夏娃 面前说起来像是真理 但是一个谎言 你明白吗 OK 所以我们必须谦卑自己 你唯一能分辨的是你的情绪 在这个领域 你仍旧忧虑 你对某特定事情 仍感到恐惧 在某程度上 你必须告诉自己 我相信一些 不真实的东西 我相信了谎言 这谎言来自敌人 来自魔鬼 这谎言是为偷窃 杀害和毁坏 就像真理 当你听见真理时 能拯救你 能医治你 Amen 各位 能释放你 叫你得自由 对吗 同样 这就是真理的影响 你如何得救 真理是传给你们的 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 你不能借自己的表现 还善行来拯救自己 只有因着恩典 借着信心才能得救 Amen 你领受基督 为你成就了一切 是因为神对你的爱 你相信真理 使你得自由 Hallelujah Amen 好 在我过去有一段时间 我做这个祷告 几乎每次打开圣经时 我说 主 求你向我揭开真理 是你认为我需要的 使我得自由 因为很明显 我仍然感到沮丧 有时候 有时候我 我晚上醒来 会出一身冷汗 你曾经在晚上被攻击过 你知道你很担心 事情在夜晚总是 显得更可怕 不知道为什么 对吗 你有过那样吗 你的心跳很快 但你没有心脏病 嗯 半夜的时候 感到心悸 你觉得要心脏病发作 我曾经历过 知道为什么吗 我相信了谎言 于是我寻求主 我问主 为什么会经历这些 这些都是指标 你的负面情绪等等 都是你相信 谎言的迹象 你在哪里找到真理 不是来自YouTube OK 不是来自YouTube 你必须从他的频道得着 让我们开始一个 叫做Histube Amen 你必须从神的话语中得到 耶稣说 如果你在我的话语中 我们要回去 使你自由的真理面前 他说 如果你在我的话语中 坚持下去 专注于它 持续在 什么 我的话语 若持续在我的话语中 就必想到真理 真理 必使你得自由 因此不是 真理使你自由 而是 你所知道的真理 使你得自由 大家Amen吗 Amen 另一件事是 在旧约中说 圣灵一样会降临到 参孙身上 然后会离开 请注意 主的灵 大大降临到 他身上 在他身上 不是在他里面 不会住在他里面 对吗 只是降临到 各位 你知道 希伯来文的 大大 是这个字 Saliach 是什么 请说 Saliach Amen Saliach 是 圣经中 相对于英文 是新圣 还有丰盛 在圣经里 例如约书亚记十八章 谁说 默想我的话 你的道路就可以 横通 凡事顺利 希伯来文 Saliach 你的道路就 Saliach 诗篇第一篇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无论他 做什么 都会成功 成功这个字 就是Saliach OK 有趣的是 耶和华的灵 Saliach 在参孙身上 什么意思 各位 我们看看 阳世执义本 阳世执义本说 耶和华的灵 在他身上 兴圣 这被称为 是执义版 是什么意思 牧师 兴圣这个字 很有趣 和圣灵 是相辅相成的 也就是说 当圣灵 降在你身上 无论你做什么 都会兴望顺利 就是这个意思 即使你的身体 没有能力 你做不到 圣灵也可以 作为大能 降在你身上 你可以把 狮子撕碎 咆哮的狮子 象征魔鬼 阿们 哈利路亚 在你里面的 比那在这世上的 更大 我们提到别的了 我是说 在你里面的圣灵 比那在这世界上的 更大 耶稣当时告诉 他的门徒 好 他说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所以这个世界 你的朋友 他们不认识圣灵 他们看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 你们同在 一直以来 圣灵降临在 旧约圣经中的圣徒 像大卫 摩西 耶利亚 撒加利亚 以赛亚 所有这些人 和但以理 圣灵降在 他们身上 但他从未在 他们里面 但耶稣说 直到耶稣的时代 门徒 耶稣告诉他们 与你们同在的 圣灵 必在 你们里面 他会在 你里面 为什么圣灵 不能在他们里面 即使是像 大卫这样的圣徒 各位 伊利亚 摩西 这些奇妙的人 为什么圣灵 不能在他们里面 因为在旧约中 耶稣还没死 所以在他们的里面 人的灵 人的灵 不会重生 他们不是在里面 被洁净 而是外在 被洁净 你明白吗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献上动物围绩 因为献动物围绩 就像你的信用卡 对吗 不是真正的付款 如果你不晓得 你现在知道了 信用卡不是真的款项 你有一天必须 付款 OK 别拖延 OK 你必须付 因此 献动物围绩 遮盖罪 这叫赎罪 赎罪的意思是遮盖 遮盖罪 直到耶稣来 他赦免代表什么 他赦免用他的血 除去 所有的罪 Amen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洗尽我们 所有的罪 Amen 因此耶稣说 圣灵将与你们同在 这一点在马可楼里 然后他说 他会在你里面 代表什么 改变即将到来 他要住在你里面 代表什么 代表耶稣会死在十字架上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做的一切 承担我们的罪 流出他保血 是如此令人惊奇 今天 我们如此干净 因有耶稣保血 以至神的圣灵 能住在我们里面 每当魔鬼提醒你 你有多肮脏 就这么做 各位 那是从里面来的 告诉魔鬼 圣灵 在你里面 Amen 在你里面的比那再 这世上的更大 这就是为什么 在旧约 他们永远不能 在灵里祷告 仔细观察 你可以看见 所有八种 七种 圣灵的七种恩赐 但没有方言和翻方言 在旧约中 所有其他的恩赐 都显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方言是来自 里面的 是活水的江河 只适用于那些 因耶稣的保险 而洁净的人 各位 我传的自己很高兴 哈雷路亚 你不必鼓掌 我只想让你知道 我很喜乐 Amen 他在我们里面 有时我不知道 该说什么 或做什么 我单单求圣灵 有时候 我会这样 结果很神奇 例如 最近 我儿子刚和我确认 发生在两周前 贾斯汀提醒我 有时候 我儿子 不是有时候 我儿子所做的 是妈妈安排的 妈妈为他这个年纪的孩子 安排 每日灵修 他 每天晚上 都读经 每天 按照顺序 读一章 我会等着 我不会进入他的房间 直到 他完成 然后我会进去 说晚安 有时候 我会求主 请给我一句话 说给儿子听 能造就 他的话语 基督要服侍 他的话语 请给我一句话 主 就在那一晚 我想是两周前 我走进他的房间 在他做完 每日灵修后 我不知道他 每天读什么内容 是妈妈安排的 好 等我进去 和他聊聊 然后我们聊到 利物浦 以及利物浦的表现 利物浦能做到 你永不孤单 他们今晚会表现出色 他们肯定会 急慢慢连 OK 然后 我们谈到足球 然后慢慢 我会听 圣灵给我一个比喻 通常像一个温柔的 想法或启示一样 圣灵今天引导的方式 神的孩子 听着 凭本能 借着直觉 借着灵感 借着启示 借着启示 OK 所以这是他的方式 就像一条 从里面来的河流 你可以告诉神 你的问题 然后在圣灵里祷告 用方言祷告 然后就让答案 慢慢浮现 真言说 真言说 人心怀藏谋略 好像深水 为明哲人 才能挤引出来 那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阿妹 已经存在了 你的答案 明白吗 好 我问主 然后我和他聊天 于是一个词出现 裂风行动 裂风行动 你们当中许多人 都记得这部电影 是啊 一部二战电影 讲述 当时日本 和美国在太平洋 交战的故事 情况是 美国 美国越来越沮丧 对了 这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所以我开始告诉 贾斯汀 说方言的好处 我想举例说明这一点 我感觉神的灵 在感动我说 我想举例说明 于是就出现裂风行动 我开始和他分享 关于裂风行动 说到 美国陆军是 如何得到 他们传递的信息 传到另一边的 传到另一边 正在被 被破解 正在被破译 Aman 日本人 能够 译出 他们在说什么 当然许多人 也懂英文 他们试着 找到一种语言 是当今世上 罕见的语言 结果呢 他们发现 一个叫 纳瓦霍的 美洲原住民部落 他们的语言 是一种 非常罕见的语言 就像今天 耶稣说的亚兰文 一种西伯来文 一种陕语 亚兰文 非常罕见 今天在以色列 仍然有人说 这种语言 回到当时 他们找到 印第安的 纳瓦霍部落 他们只有27个人 只有27个人 很稀少 他们分配到 美国陆军的 不同部门 这样 他们就可以 互相传递讯息 他们的指挥官 希望他们 传递到另一边 传递到 自己人 那一边 但 他们需要一种 无法被敌人 破译的语言 只有27个人 OK 而且 必须有士兵 保护他们 因为如果 其中一人被绑架 被劫持为人质 就完了 对吗 语言将被破解 对吗 于是我分享这个 假斯汀的脸 一直都是这样的 他的嘴巴张开 他让我说 说几句 然后他说 阿爸 阿爸 不敢相信 我说什么 不敢相信 我试着告诉他 当你用方言祷告 就会这样 魔鬼无法解码 你在说什么 魔鬼听不懂 这种天上的语言 你在他之上 魔鬼甚至不知道 你在灵里知道 阿们 魔鬼不知道 你正在挫败 他对你生命 未来的毁灭 祭谋 他不知道 为什么 你在灵里祷告 OK 我跟他说这个故事 然后 他的口张开 阿爸 我说怎么了 他重复几次 阿爸 我说怎么了 就在你进来之前 我正在读的文章 每日灵修内容 他打开 是裂缝行动 我告诉你 圣灵确实在引导 和带领 父母们 你们可以向主球孩子 需要的话 这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刚才他从 他的Rockets的第一堂聚会后 进来 有几位牧师在那里 我们让他分享这个故事 比如那里 有多少纳瓦霍人 在美国陆军 他说27个 根据书中说的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而且 这是 天堂设计的语言 即使你在做饭 无需专注 即使在开车 也不必集中注意力 你可以 因为神说 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 好 然后你需要知道 并在你拥有前先问 对吗 在旧约中 你不知道该求什么 所以你得不到 你不知道该求的那样东西 明白吗 祷告是 是啊 我告诉你 人祷告 希望神会回应他们的祷告 但如果神给你 一种语言 是其他人没有的 只有天堂 明白 Amen 这就是圣灵的语言 Amen 我告诉儿子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神在对你说话 我告诉你在神面前 这是个奇妙 且充满 惊叹的时刻 充满尊贵 神的同在 你看他的脸时 他知道神在对他说话 Amen 赞美主 所以耶稣说 圣灵将与你同在 他会在你里面 Amen Amen 好 关于圣灵有些非常有趣的事 他与我们的灵同做见证 OK 好 看这个 在同一个马可楼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 还在马可楼里 他说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 真理的圣灵来了 再一次 真理的灵 在他成为你生命中 大能的灵 或临到你身上的 全能之灵前 他要成为真理的圣灵 这是我们主耶稣强调的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明白 一切的真理 不只是说圣经真理 只要属神的一切真理 神一切的真理 当然神的话就是真理 神向人显明的 神的话不是包含真理 他就是真理 Amen 但关于教养子女的真理 关于教养孩子的真理 有很多想法 有人说 你知道作为父母 你必须更加包容 否则你的孩子会怨恨你 另一个人说 永远不要导证你的孩子 否则孩子很难赢得朋友 并影响他人 不要批评 OK 好 这一类的 你正在努力做得最好 再一次就像鸡蛋综合症一样 吃蛋或不吃蛋 对我来说很简单 我知道黄牧师过去是什么 今天是什么 OK 没有真理 你会感到困惑 但神的灵会引导你进入真理 例如在教养方面 我从主那里学到一些东西 从他的比喻 浪子啊 回头的比喻 关于教养 我不是只看作 是耶稣分享的 关于父亲的故事 父神 和误入歧途的儿子 以及留在家中的儿子 律法的儿子 象征我们每个人 OK 我是从教养的角度来看 你会说他是个好父母吗 你会说他是好父母吗 是 他是天父的缩影 Amen 我们的主耶稣 描绘的是天父 不是别人 是主自己说 那是天父 对吗 那父亲对儿子做了什么 当儿子说 把我那份遗产给我 换句话说 从本质上看 他是在说 我等不及你死 你活得够久 我想拿我的钱 我想要我的遗产 于是父亲给他 父亲没有跟他讲道理 父亲没有劝说他 父亲 父亲没说 不可能 我现在不会给你 其实父亲 我不是在谈论小孩子 是年龄较大的孩子 可能是青少年 有时 你必须让他们 做出选择 并从选择中学习 父母 不要再一直保护他们 你倾向于 用钱解决问题 你给他们 买他们想要的东西 你没给他们机会 学习如何如何赚钱 如何谋生 甚至例如 饶恕他们那些 因不良行为 或不明智的决定 而产生的后果 例如他们总是 疼晚睡 上学迟到 他们惹上麻烦 和老师们有问题 OK 你试着掩护他们 你试着 你知道 别再这么做 让他们面对后果 他们不想做功课 不要刀念 让他们在学校 承受后果 哇 这是什么教养方式 村里的教养 懂吗 根据神的话 这位父亲 父亲知道 儿子在时间到前 得到他的遗产 好 他知道 他会遇到麻烦 但父亲 还是让他走 父亲让他走 讲的是年龄较大的孩子 让他去 面对他行为的后果 当然 一开始 他有很多朋友 因为他有很多钱 然后圣经说 他和朋友一起 吃喝玩乐 还玩女人 当他的钱用完后 朋友也跑光了 他独自一人 待在猪圈里 然后他清醒 想回到父亲身边 对吗 父亲做什么 父亲跑到他身边 拥抱他的儿子 不管 不管猪的肮脏 很恶臭 父亲拥抱他 想象一下 对犹太人的影响 他们如何看待猪 对吗 那个儿子 当耶稣分享这件事 使他们很可能 你知道 一想到 父亲拥抱儿子 他们就不含儿力 父亲拥抱儿子 父亲亲吻他 请问 父亲在他离开前 爱他吗 儿子经历过他的爱吗 儿子知道他被爱吗 问得好 两个儿子 似乎看起来 都不觉得 自己是被爱的 但事实是 父爱他们 你真的爱你的儿子 或爱你的女儿 并不重要 问题是 他们经历过吗 他们相信吗 有些男人 在 长时间 犯 奸淫之后 他们总是 觉得好像 好像低人一等 甚至比妻子还低 或者觉得妻子不爱他们 或者他就是要找我的麻烦之类的 事实上 事实上 他经历这些负面情绪 是因为他相信谎言 但事实上 妻子 爱他 但他有可能 外遇 反之亦然 一个女人在感到不被爱之前 不会放弃自己 OK 男人和女人都一样 好 很多情况都是这样 OK 不是 丈夫的错 或妻子的错 有时不是妻子的错 也不是丈夫的错 是他们的错 可能从小就没有经历过 我永远 永远不足 你看见他跟我说话的方式吗 他不尊重我 看他 看我的眼神 他跟我说话的口气 因为他不爱我 是在里面的 不是配偶家诛的 懂吗 因此 即使配偶爱他们 事实是配偶真的爱他们 就像浪子回头的父亲一样 他是神本人的形象 真心爱儿子 儿子从来不相信 所以 结果是什么 他活在 谎言中 因为他 相信谎言 于是儿子 回来 经历爱 是到那时 父亲才爱他吗 不 是在那时 他相信 父亲爱他 单单告诉孩子 我爱你是不够的 有时我抓住儿子 说我爱你 然后他就跑开了 我说看着我的眼睛 我真的很爱你 即使你的学习 或考试没考好 我当然希望他考好 但我知道 只要肯定他 他会成功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当耶稣领受圣灵的喜时 其实耶稣听着 当他领受圣灵的喜 同时也在得着天赋的肯定 各位 主是以范利的身份降临的 是我们的榜样 是我们的先行者 他是我们的榜样 他以人的身份来 虽然他是神 他成为了肉身 他没有借由他的神性 对吗 去行神迹 他必须受圣灵的喜 作为人 他必须领受圣灵的喜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 直到他在约旦河领受圣灵的喜之前 他从未行过神迹 他从未行任何神迹 因为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 他为我们树立榜样 那些受圣灵的喜的 现在你有能力医治病人 当然这是神的能力 但神借着人工作 你有力量了 Amen 能够赶鬼 如果你自己生命 把手放在自己身上 Amen Amen 你身体某部分非常叛逆 不听你的 Amen 总是爆发 或者其他情况说 爆发 奉耶稣的名停下来 疼痛出现 疼痛来 你不喜欢疼痛 疼痛 我奉耶稣的名责备你 拔出你的根 奉耶稣的名扔进海里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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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眼睛抽搐 抽搐抽搐 叛逆说 眼睛奉耶稣的名 别再抽搐 Amen 鼻子奉耶稣的名 停止留鼻涕 Amen 头脑奉耶稣的名 别再退缩 Amen 你可以说 哇哦 这样看起来很愚蠢 对你来说是愚蠢的 对耶稣不是 他对树说话 树就死了 他对暴风雨说话 风都向他低头 听着 他对麻风病人说话 麻风病人听从 就走了 他对邪灵说话 邪灵就离开 对你来说 你太在乎逻辑 所以你不会有改变 至于我和我的家 将遵循主的道路 头脑不喜欢 头脑想把一切都逻辑化 信心之道 不不不 神创造你时 神儿女请听 神造你时 他创造的是三部分 因为有三个神圣的位格 一个神 我们不说三个神 一位神 三位一体 但有三个位格 圣父圣子圣灵 当神造你时 神创造你有灵魂体 你是一个灵 说我是一个灵 说我有魂 那是你的思想情感的领域 我活在身体里 你不是你的身体 你住在一个叫身体的房子里 Amen 有一些人住的是公寓 有些人画得很漂亮 你的窗户 落地窗 还有窗帘 Amen Amen 还有一些人 你们的墙壁 都是粉色的 哇 让我想起那位 有时候会上来报告的姐妹 那边的姐妹 Amen 她可以用眼睛来打扫地板 Amen 别说了 屏幕师 好 你的身体不是你 你活在身体里 神使你成为像他一样的灵 你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哪一部分 他的灵 他是灵 神是灵 你是灵 然后你有思想就是魂 你活在身体里 所以神的本意 是要你的灵运作比头脑更快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坐在这里 很多时候你已经得救 你听我讲耶稣的事 你听我讲神的道路等等 你内心的某个东西说这是对的 我我知道这一点 但不知何故 我的头脑无法明白 我的头脑并不完全明白 但在心里 我知道这是真的 真理引起共鸣 在你的灵里有个真理的回响 事实上约翰一书第二章中 有句非常优美的经文说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 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新一本说 你知道这一切的事 下一节经文说 我写信给你们 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 正是因你们知道 哇 什么意思 我写信给你 代表神的话语是为 引起我们内心深处的共鸣 真理 回应真理 深渊与深渊相应 明白吗 很多时候 你的头脑无法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 当你做生意时 你不会顺着你的头脑 你的逻辑 一切看起来都很好 这个家伙看起来很好 他的数字及所有 个人资料都好 这一切似乎都很好 很到位 但内心深处有个声音说 不不 这个人有问题 最好不要 内心没有平安 里面没有印证 不要 花时间 为他祷告 Amen 姐妹在这方面比较好 有时姐妹会说 我不知道 我不相信那个人 亲爱的 不要那么做 亲爱的 我们是基督徒 必须爱每个人 但姐妹很好 他们很敏锐 他们就像孩子一样 我们要求孩子 跟叔叔打个招呼 他逃开了 与其责骂儿子 倒不如问主 儿子是否凭本能回应的 也许这家伙有问题 你教他回应 并向每个陌生人 打招呼 以后别 别后悔 孩子可以怀疑陌生人 这很好 他们里面的灵 是活的 就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很年轻 处于天真的阶段 他们的灵 会做出回应 我们大多数人 年纪健长 我们的灵 是死气沉沉的 我们肯定需要重生 当然每个孩子 都在最终出生的 当一个孩子死去时 不管家人 信心如何 直接去天堂 嗯 所有孩子都上天堂 好 回到这个 你的脑子里想着 如何决定去拿索大学 嫁给谁 约翰 或理查 或约翰 库克 有些女孩 就是这个人了 OK 不 这不是头脑 这是身体了 有许多人 他们选择这个教会 作为你们的教会 因为当你来到这里 就像回家一样 内心深处 有种冰至如归的感觉 Amen 如果没有 这里不适合你 新加坡有很多好教会 世界各地都有 Amen 找一个让你感到 有家的感觉 因为圣灵首要的方式 由于时间关系 我要结束了 我才刚刚开始 Amen 好 圣灵带领我们的 第一个领域 就像耶稣受洗 从水中出来 天父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圣灵降在耶稣身上 那是耶稣在圣灵里受洗时 请注意 与天父的宣告 是相应的 你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甚至在耶稣行任何神迹之前 我们需要在孩子小六 会考前 确认我们爱他们 在他们完成某事之前 他们需要知道我们爱他们 祷告他们会相信 Amen 所以如果我们教导大家 当你在圣灵里受洗时 圣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让你觉得你是神所爱的 祂让你感受到神的爱 因为第一次提到圣灵 在基督教的大宪章 在罗马书 我知道第一部分 第一章提到圣洁的圣灵 这只是一个介绍 罗马书第一次提到 圣灵在这里 圣经说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不是对神的爱 而是神的爱 代表神对你的爱 给你一种感觉 当你领受圣灵时 祂给你一种被爱的感觉 你要知道 当彼得被呼召到 哥尼留家里 也就是外邦人家里 意大利人 知道吗 彼得去那里传道 还有圣经说 所有的外邦人 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 这是外邦人第一次领受福音 Amen 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 他不停地讲 一直说到这里 彼得说到 众先知也为他 就是基督做见证说 凡信他的人 必因他的名 得谋赦罪 哇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如何降在 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看见了吗 圣灵降在哪里 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凡听见神的话语 圣灵什么时候降临的 当他说这些话时 什么话语 凡信他的人 都会得着 我认为圣灵喜爱恩典的信息 我说圣灵喜爱恩典的信息 各位 今天如果有人读到这句话 有人像屏幕师一样讲到 凡信他的人 太简单 太简单 你必须告诉他们 凡悔改离弃自己的罪 离弃他们的罪 信靠耶稣 他们才得救 你不能就只说 凡信他的罪蒙赦免 那么 你应该早点告诉彼得 但可怜的彼得 他的信息太简单 太不合格 Amen 太无条件 凡信他的人 得蒙 得蒙赦罪 因有耶稣所做的一切 显然圣灵喜爱这些话 正是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圣灵打断他降临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下一节说到了 他们开始说方言 好 希腊文中的 降与 降临一字 与浪子的父亲 当他看见儿子回来 他跑到他身边 拥抱他相同 那是雄抱 一个爱的拥抱 今年圣灵一直在向我们 每个人强调 拥抱一词 圣灵 实际上给他们 每个人一个雄抱 再说一遍 当我们受洗时 圣灵带给我们 生命中的第一种感觉是 我们是被爱的 大家Amen吗 先看罗马书8章16节 我们一起结束 罗马书8章16节说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胜 我们是神的儿女 说Amen 第一个见证是 我们是神的儿女 Amen 我记得几年前 当我刚领受圣灵的喜 我在另一个教会 在一个不相信圣灵恩赐 与方言祷告的教会里 我的一位领袖 教会的一位长老 他听见我受圣灵的喜 有一天晚上 我真的在圣灵里受喜 那时候我还是十几岁的孩子 我所知甚少 但我相信主 当我发现圣灵的喜的教导时 我信主 主就借着圣灵 为我施喜 我写一首优美的歌 你要我唱一下吗 好 下一次 OK 在同一晚 当我开始与教会领袖分享时 这是个不相信 今天还有圣灵的喜 以及 医治恩赐的教会 那个人说 你知道 我认为你需要释放 不是整得我的脑子很混乱 我说这不是从神来的吗 他说不 是邪灵 于是他把我带到一个教会 那里有一位以释放著称的人 他把我带到那个教会 换句话说 那是个驱魔人 他不相信圣灵的血 但他相信释放 真有趣 于是他说用方言祷告 他说我坐在那里 用方言祷告 我就用方言祷告 他说我奉耶稣的名 捆绑那舌头 舌头就这样继续 他说我奉耶稣的名 捆绑那舌头 他身边有 有啊 其他牧师 他的领袖等等 有几个 而我就像寡不敌众 我 我捆绑 最后他有点累了 他说 我叫天使长米加勒下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把米加勒叫下来 用他 结实的绳子 把这个舌头绑起来 我不知道米加勒做了什么 带舌头继续 最后他累了 他累了 他一直一直想 带我来的长老 来自我的教会 他也在 然后他站起来 走了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 去厕所什么的 他累了 然后长老们也离开 一阵子 把我留给 把我留给一位助手 一位牧师 他环顾四周 环顾四周 环顾四周 他说 当你用方言祷告时 我想你说的是 Sherkina 我说 我有吗 对对 Sherkina 然后他环顾四周 Sherkina的意思 其实是神的荣耀 然后就跑了 所以 那位牧师 有一个秘密的 灵恩的助手 被圣灵充满 然后他回来 牧师回来 我有一个结论 我说是什么 他说 我认为你的情况是 你从一开始就没得救 他说 你没得救 我说 为什么 为什么没得救 我相信主耶稣基督 因为 你遵守十戒吗 他对我说 我说 十戒 没有 我甚至不知道 十戒 有些什么 他说 好 让我给你看 他带来十戒 他告诉我 你做了这个吗 在脑中也算 你有做过这个吗 我说 有 做过这个吗 有 一直到不可贪恋 最后一个 他说 你看 你每条都犯了 怎么能得救 他真的这样对我说 我就是这样离开了 我的长老带我回家 第二天我去 我的教会 是个主日 我的长老在那里 他说 你好吗 我说 我 我 我说 有件事 我感到恼火 我说 有件事 我想告诉你 最后一部分 当他说 我不是信徒时 我不能同意 我内心深处的 某个声音说 我是 神的孩子 幸好 这个长老他说 别担心 我相信你是 对 别让任何人告诉你 你不是神的孩子 在里面 有一个知道的人 Amen 这非常重要 因为 当你知道你是神的孩子 一起看 我要往回一点 然后就结束 OK 请看这个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胜 我们是神的儿女 你说屏幕师 我被色情捆绑 这些对我有什么帮助 圣灵如何帮助我 好 不是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靠我的灵 主说 不是靠人的力量 不是靠意志力 不是靠纪律 不是靠纯粹的勇气 但圣灵会像这样 帮助你听着 当圣灵降临时 你感觉到什么 你是被爱的 你是神的孩子 你是神的儿女 因为前面的经文说 你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这种恐惧 是对神错误的害怕 旧约的方式 以错误的方式敬畏神 你所受的不是那种灵 注意仍旧 你所受的不是那种灵 OK 你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但你所受的是什么 收养的灵 在希腊文是儿子 你们每个人听着 你已经领受儿子的灵 孩子的第一声是 爸 爸 爸 贾斯汀的第一个发声是 爸 爸 这就像神造他们说 阿爸 希伯来孩子 叫父亲 爸爸 会用阿爸 阿爸 在这里是音译 阿爸 父亲 儿子的灵 让我们如何呼喊 阿爸 阿们 为什么这很重要 注意为这个字 你会看见为为为 所以我要往回讲 然后就要结束了 OK 如果我说 我需要有人帮我 把这个讲台搬下来 因为 因为它很重 请注意 为是什么 因为要解释为什么 我需要有人帮我搬 因为 为也是因为 原因 是很重 我们要 要往回 因为 这向你写明 这可以帮你完成那个 能解释这一点 明白吗 好 一起看 但这和色情有什么关系 我以色情或任何成因 作为例子 这就是你得自由的方式 儿子的灵 与我们一同 见证儿子的灵 来看 前一节经文 因为凡被神的灵 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有多少人愿意 被圣灵引导 他教训你 使你得益处 引导你所当行的路 Amen 如何被圣灵引导 圣灵以儿子的灵 引导你 好 看这个 前面的经文说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听着 如果你活在色情中 你活在 酒精 醉酒中 你活在暴饮暴食中 这是肉体罪恶的表现 不管是什么 OK 听着 你会死 并不代表是肉体的死亡 终将是肉体的死亡 但也是灵的死亡 你发现你的头脑 没办法再正常地运作 你的人际关系死亡 很多时候 这就发生在 沉迷于色情的人身上 甚至他们的思想 也被判处死刑 Amen 这是结果 你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这是新约经文 但注意 这是个好消息 若靠着圣灵 借着圣灵 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要么你把身体的行为处死 要么那些罪行会让你死 你如何叫他死 靠着圣灵 不是靠着绝心毅力 不是靠咬牙切齿地说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会去做 不 没有任何意志力能 让你克服这些成瘾 或这些捆绑 只有靠着圣灵 所以圣经说 圣灵是如此显现的 我如何受圣灵引导 你被圣灵引导 被引导的感觉如何 他给你一个灵 你是被爱的 你是神的儿女 所以朋友 你明白如何向人 传讲神的儿子吗 各位 我相信悔改 悔改包含在内 但有时根本没有提到悔改 OK 就像在约翰福音 相信一词出现非常多次悔改 在约翰福音一次也没有 但 悔改有价值吗 当然 但听着 当你相信耶稣时 使徒行传十章 烦信耶稣的 罪就得赦免 悔改这个字不存在 但每当你相信 你就会悔改 让我这样说 我正看着 好 但以礼牧师在这里 我看着他 OK 代表我转身背离 不再看荧幕 对吗 OK 如果我转向荧幕 我就转离弹幕 我面对着荧幕 好 听着 每次你转向神时 你就背弃罪 罪与神不在一起 希望你明白这一点 好 所以不必提到悔改 相信基督 代表悔改 各位明白吗 其实正是儿子的灵 真希望我们一开始 就跟人分享 Amen 无处不在 特别在灵恩界 被圣灵充满的 因为他们相信 圣灵的喜 我们该告诉他们 与其说是 有能力去爱 不如说是爱的力量 Amen 他来是要让你知道 神的爱 神爱你 你是神所爱的对象 Amen 你是神的儿子 这给你一种成绩感 Amen Amen 我的儿子不必 问我 哦 心灶教会的 主任牧师 你愿意好心给我 一杯牛奶吗 你知道有些不对劲 任何看见的人都会认为 我是会虐待的父亲 我说的对吗 不 我儿子去那里看看 就拿走了 我的意思是牛奶之类的东西 然后喝了 我必须叫他说谢谢 对吗 他拿了为什么 他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我们只需要教他们说谢谢 因为那也是 Kalise 谢谢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明白吗 各位 我只能带你到这里 为什么 时间 我们都受时间限制 OK Amen 我得让你离开 希望你珍惜我的出现 来跟你分享 OK 赞美耶稣 Hallelujah Amen 知道你是被爱的 Amen 就像约翰 操练耶稣对他的爱一样 虽然耶稣爱所有十二个门徒 但约翰知道这点 约翰相信这点 约翰称自己为耶稣爱的门徒 想象一下彼得的感受 总是听见我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Amen 每个人都有权利相信 Amen 因为他真的爱你 爱你这个人 要意识到这一点 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子 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 就像家庭中的事 不是 不是 神很遥远 全能的神 不是的 我们可以敬拜他 因他是神 但在祷告时 他是父亲 与他交谈 与他相交使 Amen 请各位低下头 闭上眼睛 所有现在正在收看的 朋友 相信主耶稣基督 你和你家 都必得救 你今天听见这些话语 并非偶然 你想信靠主耶稣基督 现在就跟我一起祷告 跟着我说 天上的父 谢谢你 赐下你爱子 我的主耶稣基督 我相信 基督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他被埋葬 第三日 你叫他从死里复活 宣告我为意 他在十字架上 做的一切 完全有效 已经成就 我过去现在 和未来的罪 都已被赦免 耶稣基督 是我的主 奉耶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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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起立 我要祝福你 用保罗为哥林多教会 所宣告的祝福 那是非常肉体的教会 不是因为你很肉体 但试想一下 这能祝福肉体的教会 更何况是新造教会 在下一周 从头开始一直到结束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神的慈爱 愿圣灵 甜蜜的交通 与你同在 在这一周 奉耶稣的名 大家一起说 Amen 再见 神祝福你 神祝福你